現在還在UP的雷神基尼奇 還值得抽嗎? 那我想就讓我們 我們要直接讓最懂的人講 還是要先讓像我這種休閒玩家 先說一說 那不打好啦 你想說就先說 你覺得你說不出就先推給別人說 那我推 我推個木耳主播 那雷神基尼奇 還值得自己挖坑 好就是你覺得還值得抽嗎? 這句話應該這個問題應該是 XP檔問的吧 XP檔就直接抽爆就好了 對啊 會問多強度檔 強度檔的話其實就 其實我覺得強度檔也沒有必要問吧 就是雷神的話現在應該也有點遲然 不過你會發現 雷神在很多時候是很好用的 比如說像活動 然後有些深淵 基本上 你的如果 叫什麼點秋香練得好的話 你的雷電將軍也不需要很高的配置 0加0 0加1 其實 基本上一條路是可以包辦的 因為很難去克制雷電國家隊這個陣容 因為低配的話 大家都是配雷國 如果是高配的話 才會走雷九萬班這些 但雷九萬班現在應該也不算高配了 我感覺 因為你只要玩一段時間 你的九條怎樣都有一個命 都應該可以到滿命 我覺得 滿命會比較順手 跑雷九的話 你不是推雷九萬班嗎 雷九萬班 你不是說推雷九萬班嗎 這個體系 不是我不是推雷九萬班 我的意思是 就是看你是什麼時候入坑的玩家 如果你已經是老油條 這種元老機的玩家 你雷九萬班應該可以組成一個 那就是滿命九條的雷九萬班 那基本上 其實雷九萬班反而比雷國更怎麼說 他可能會DPS會高一些 但是他的泛用性反而還沒有雷國來的高 因為雷國他整個隊伍裡面有雷有火又有水 你要怎麼去克這個體系 其實還是很難的 你克到了 那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陣容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抽一個雷電將軍 不敢說你會很舒服 但是至少他可以幫你打掉就是深淵的其中一條路 當然另外一條路可能剩的時間不多 還是需要一個比較新的體系去打這樣子 所以雷神他還是有他的那個抽取價值在的 因為畢竟是神嘛 他不可能說無用武之地還是比較難的 像風神現在不是也是很舒服嗎 以前有一段期間是非常痛苦的 但現在你帶溫迪其實也算是很舒服的 他沒有到像以前那種糞怪完全吸不起來的這種情況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基尼奇的話反而就要有點三次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個人感受就是 因為現在新的三個角色 基尼奇馬拉尼跟那個 還有誰 反正就是我感覺起來 就是新的那塔角色 他有一個通病就是 傷害很高 但是操作起來非常辛苦 很容易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我個人感覺就是我用馬拉尼 哇我有些時候打到很高的傷害 我覺得很爽 但是更多時候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就是有時候大招丟 丟有沒有丟中我也不清楚 然後 而且很容易空 很容易空 基尼奇更好笑 基尼奇轉轉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在打誰了 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因為他移動速度太快了 然後視角要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我覺得 我一個電腦玩家都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手機玩家應該比我更嚴重 就是我給我感覺就是花里胡哨 然後實際上卻體驗非常不好 尤其是 就可能你會 可能你會 對手感吧 就是你可能上手的會好一點 但是就是你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我個人玩了一下 我是覺得沒有以前角色更好上手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個人覺得 你這樣不是那麼無腦的角色 對對對 就沒有這麼舒服 就你要數字絕對有 你要傷害絕對是有 就是那個體驗就沒有 那種 就是我為了抽這個角色 像夜藍這樣子吧 就是抽了之後你會很舒服 就跑圖 然後打怪也很簡單 你只要開個QE結束了 不是 經濟期你開個QE就完了 對吧 你還得按 你還得知道你要在什麼位置 然後你要瘋狂按E 確保你在這一個夜魂狀態下 可以丟出5個E這樣子 就比較難 而且還是最忙的角色 因為你要瘋狂點左鍵 還有瘋狂點E鍵 然後還有左右鍵 太忙了 我體驗下來就是 我每次看到那些 應該說創作者體驗服那些 他就給你看一個大數字 然後看起來好像很舒服 甚至你抽到手的時候 你就發現 欸? 我何想像的差好多 這樣就是這樣 對這一點我看到 因為經濟期跟雷神的話 我反而會推雷神多一點 嗯 這個意思 對經濟期他雖然數值是很高 他數值確實是膨脹的還蠻誇張 但他那個 我覺得馬拉尼跟經濟期都一樣 就是你前面講的操作手感的問題 尤其是馬拉尼 我一開始玩著玩著就 慢慢不太想玩了 因為他出招太莫及了太慢了 很容易從那個鯊魚就下來 而且你對單的時候 你還要一直不斷的在走回去衝他 要疊三層那種嗎 對 操作其實就是有一點點那種 你為什麼不設計成一撞 就是單怪精英怪之類的 體積大了 你撞一下就三層這樣 欸對 而且他們是不是要讓我們回到手動的感覺 因為太多之前有些角色就 輪移好沒有我的事 或是水龍噴噴噴好沒有我的事 是沒錯 太過太爽 像是這次的那個 所以要找回狀態的感覺 這次納塔那個聖遺物 不是有三個怪會聚在一起嗎 聚在一起 那個用馬拉尼或經濟期打都還蠻好的 但我用馬拉尼 我就因為一下子就滿三個 但常常普攻要按還按不出來 發現還在冷卻 我就覺得你出招這麼慢了 你幹嘛還要限這麼多 就很煩 所以我覺得 對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就全跳過 對強度檔來講 就感覺是全跳過 對除非你是想要 可是如果你原始有很多的話 常常課一單沒一單的 那如果要抽的話 雷神我肯定是會推薦抽 因為雷神就像木兒剛剛講 他保下線非常的高 而且他還有一個很大優點 就是他可以幾乎就撿不要的那種 撿不要的角色 像是很好配對 很好配對 幻想增進巨師 尤其是幻想增進巨師 基本上雷神一個主席 然後其他三個人就隨便塞 隨便塞一個然後大招隨便放 然後就雷神拔到 雷神他在保下線這一點還是蠻強的 雖然他的數值上真的已經 被Nata給有點淘汰掉了 但我要推的話肯定還是會推雷神 對推一個Limit 那金尼奇跟馬拉尼 你覺得都可以跳過 除非你是原始真的很多 想要抽一個的話 那我會推金尼奇 金尼奇至少大師傑還可以當個蜘蛛俠 還可以當個蜘蛛俠 對也是的確 而且如果你如果你是大課長 如果是大課長的話 那他的高命啊 確實傷害很可怕 確實很可怕 因為雷神是那個6加1 但那個傷害 哇我用金尼奇玩 哇好那個真的是 體驗到了什麼叫膨脹 哇膨脹的好誇張 對所以說如果你是大課長的話 那金尼奇我是覺得可以抽的 因為他是真的很強 對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跳過的那個火神 或者是奇諾 對奇諾你們下一個話題聊 對那這是我的想法 那顏思你怎麼想呢 嗯因為我是優先玩家嘛 嗯 嗯雷神其實我自己有抽啦 嗯 但是我應該應該也只是看在他的彩蛋 那個方面抽而已 因為他的彩蛋其實就是 都挺多的他這個角色 彩蛋 彩蛋是指那個阿喬嗎 嗯 嗯 一他的日本聲優 二就是他的動作其實是跟國王之星的那一個 對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你能佐助是嗎 Naruto Sasuke 對他的聲優跟那個就是那個 王國之星吧 中文應該是叫 是嗎 Kingdom Heart 那一個 對粉絲來講玩起來會很有趣 就是喔又有發生新的東西 對 我就是這個目的去抽他而已 因為畢竟我優先玩家 我也沒有什麼注重 就是比較強 就是強度黨之類 因為對我來說只是能過 因為我是故事黨 看故事而已我只是 嗯 然後呢如果是如果你要我 建議抽的我覺得還是雷神 嗯 雷神會比較有幫助 真的雷神會比較有幫助 因為雷神真的很好用 就算我們就算好像我不是強度黨的話 我覺得雷神我的隊伍一定要雷神 沒有雷神真的不行 而且隨著後台的增傷越來越多 雷神的價值也會相對的比較高一點 就是高密 太簡單了放一個1就可以回去了 對 對雷神他還可以就是你剛剛說我放個1 當然來當個 精通嘛 對精通 他們說叫總舵路線啊 千金雷神 那個雷掛雷 那個掛雷是比九七人還要安逸舒服的 因為我玩故事我也是需要一些角色來打破 就是過那個故事關卡呀 然後也是需要一些就是好像雷神或者是中璃這種角色也是很需要他們 要不然也是很難 很難過到那個故事 你是怎麼配啊 其實我有朋友叫我怎麼配 因為其實我是裝備白痴 因為雷神 很多都會請教我朋友幫我看一下 雷神他比較主流的就是雷神國家隊嘛 就是點秋香 然後還有影業父親 佩芙妮娜 葉蘭琴團長的那個 因為現在我玩的是水系那維萊特那一隊 我都是那維萊特還有水 那個水的哥哥 林仁啦 林仁 林仁加那維萊特 林仁就是哥哥了呀 啊對 林華的哥哥 我現在主席 林華 林仁 啊對叫林仁 林仁 過後還有 中璃跟萬葉 林仲 然後萬葉 現在我主打的這個配對是這樣 目前啦 過後如果土戲的話好像是 納威亞 納威亞 中璃 阿貝多 我還有一個是水的 他一個是水的忘記了 有兩個 你有抽阿貝多喔 有有 原老玩家 我也有 我也有抽阿貝多 有 居然你也有抽 我開服 我開服到時代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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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應該開一個 握手握手 叫阿貝多 有阿貝多嗎 阿貝多讚 阿貝多 阿貝多 真的好用一下 我們都是巨型玩家 我們都是巨型玩家 對對 我跟你一樣巨型玩家 所以我裝備很多都是叫我朋友幫我看 因為我真的是裝備白癡 我只會打而已 呵呵 呵呵 深淵偶爾還是會打一下 深淵 但是不常打 現在太多遊戲了 我已經沒有時間打了 欸好像也是開服第一天耶 我開服 對也是在 我記得是28號 9月28號的 喔 對開服第一天 好像是 就玩到現在 喔好 你第五天是9月15號是不是 9月15還是9月起啊 我記得不懂9月幾號 28是P 我記得28是那個手機公測嗎 15號是PC公測吧 我這就是他開服第一天啊 我忘記是幾號了 嗯 4年前沒有什麼印象啊 從這台一開我就有玩了 其實你可以打開那個啊 圖鑑你看你安博什麼時候拿到了 啊誰 你按ESC然後按角色圖鑑 然後收到最下面你看安博 他會顯示你從什麼時候得到那個 什麼時候邀請到你的夥伴 那因為我們第一個遇到的夥伴是安博嘛 你可以看安博就知道是哪一天 你就知道你是什麼時候入坑的 我是在 幾號 在哪裡看 角色圖鑑 你打開ESC 然後角色圖鑑 你們都是第一天就入坑了喔 我是9月底 我是9月底 我好像是第一天 不是 後面 阿伯多持路 9月29號欸 喔那你是第二天了 28號來講是第二天 第二天了 對對對 我忘記了 四年前的事情 我是9月底 然後那時候還在刷手搓 四年前事情了已經 原來我是第二天啊 我是第一天 嗯 我那時候就一直在刷手搓 那一個禮拜幾乎在刷手搓 就刷了一個琴跟七七跟克琴 三個五星開局 哇刷了好久 我七七超痛苦喔 因為我是蘿莉軍團 我很想收集蘿莉軍團 然後我七七一直出來 我也是 我超喜歡蘿莉吧 對超可愛 你看那個小腿超可愛 我很喜歡可莉那種 歡迎加入我們蘿莉痛的國度 對可是我抽不完了 這種那個護士長跟 對我護士長沒有 我護士長沒有 我全都有啦 沒有我七七還是換的 我七七一隻歪都歪 不到一隻歪克琴 我天 護士長很辛苦啊 如果全部都有收集到的話 這次的深淵就可以組那個 上下那個 就是都全部都是蘿莉的隊伍 就是八個蘿莉隊伍 我很想看 蘿莉隊伍 我很想看 蘿莉隊伍 超可愛 我的天啊我會發瘋 等一下分一個圖片給你 如果我還記得 BB上確實有個 默默的有人把那個 脫耳索典獄長換出來 對典獄長出來了 來我死你 我們尊重一下雷神跟經濟期好不好 啊對對對 是不是走平了我們在主題 我們要含一層題 我們要含一層題 直接換到 現在蘿莉還值得抽嗎 直接換題名 剛剛都聊完了嗎這個話題 還有誰沒講 那貓呢 那貓呢 因為其實我跟 我跟詩詩一樣我們 我也是劇情黨 我是喜歡看劇情 然後享受音樂啊 享受過程 我不是一個XP 我是一個強度黨 我是XP黨 所以在這次新出的角色裡面 我是有抽馬拉妮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她跳舞 我覺得她跳舞真的是超級可愛 所以我就抽了 那 確實就是 嗯傷害很高 但是操作是有難度的 就是要常常盯著那個夜魂條 我有沒有收集到三顆人頭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那目前 常常空炮彈 對常常就 而且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以為是 我只要收集三個之後就可以一直連發 沒有欸 我是發一次我就要再收集三個發一次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 就跟我的觀眾說 欸我怎麼又下來了 我怎麼又掉下來了 然後原來是 我每次都要收集三個 那個夜魂的那個東西才可以 那 目前是UP雷神跟精靈 我自己是有雷神的 我沒有精靈器 雷神的話我覺得 嗯 星 雖然是說抽星不抽久 但我覺得 嗯 在原神世界裡面 七神都還 還是蠻值得抽 都在那邊有 各自的領域跟擅長的地方 是比較有不可替代性的 嗯 那 呃 金妮奇的話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抽他 所以我 我覺得 嗯 還是以XP為主吧 因為現在的角色比較多 我覺得抽個XP角色是 完全是怎麼講 至少看 至少你玩遊戲 你看到自己喜歡的角色就會 你看像這個可莉現在在搞事對不對 欸 然後就會覺得 就會非常可愛 欸 你在換金妮奇是不是 我給你羨慕一下 對對對 那所以以新手來講 如果 如果是 缺主C角色 當然還是可以 不管是雷神或金妮奇 我覺得是 都是可以抽的 就是 嗯 後面的體系如果 建立起來的話 金妮奇的傷害是非常非常足夠 然後 目前的 新的角色的強度 也都是一直是 一直都是在膨脹起來的 特別 嗯 我覺得 但我覺得接下來 像是C C諾妮 還有火神 對 C諾妮啊 火神啊 這些他們的那個 複C就是 怎麼講 不具有句話 叫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打鐵的 輔助 鐵 欸 對對對 就是他們的輔助能力 目前 目前就是 就 就 以了解的程度來說 他們的輔助能力都是 非常強 那火神當然應該是 雖然還不知道 但 想一定是 也是會有他很獨有的 獨樹一個的輔助能力 這個東西 我覺得都是必須 所以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卡池 還有XP吧 對 最主要還是XP 對對對 可是如果真的是新手的話 我可能不推薦金妮奇 他造價太高 這樣 他太貴了 現在感覺會比較好新手 真的 嗯 超有幫助的一點感覺 喜歡 喜歡飛來飛去也是可以啦 那如果有像我有聚高症 每次飛太高就會覺得 手發麻的 就 有一陣會有聚高症嗎 有啊 有時候在 是喔 在那個什麼爬 就是 就是那種很 就是有時候在那種半空中 有點像鋼索的那個時候就會 想說 啊很擔心自己掉下去 手就會癢癢的 掉下去就會不自覺的尖叫 救命啊 這樣 就是那個阿光自己的內心小聚長 哈哈哈哈 大概是這樣 嗯 嗯 這個話題各位還沒有要補充呢 那我覺得想問說大家覺得蘿莉值得抽嗎 沒有啦沒有啦 蘿莉喔 你要說誰啊 你要看誰啊 你覺得誰 想過蘿莉要送你長走 所有的蘿莉都不退流行耶 我目前 好像 但不曉得那個算不算 那個 那個商人 那個 那個眼鏡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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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眼鏡的那個 有個商人 那名字太多 名字 那他名字真的有夠難記 我都要寫下 多利多利 激米多利 它是虛米 喔 多利還好耶 我覺得 看他 就很多人都不推薦 如果要用他 嗯 所以我那目前來說 我覺得八個蘿莉都還蠻值得抽的 好 那看歪表的話 嗯 都很實用 吃到現在都很實用 對對對 玩的最開心自己開心最重要 可是這無性的蘿莉有點難抽 嗯 我在護士長 我在撐護士長 護士長超香的喔 一定要抽一定要抽 等一下 警員長你站起來幹嘛 對 我來找換我的護士長 不要拍黑可莉啊 可惡我是台服玩家 我這邊什麼角色都快沒有了 都不能像人家一直秀角色 護士長大事件是真的蠻好玩的 好玩啊 我們要台服玩家 護士長 歡迎你家家 那怎麼可以這樣子你們 那你可以兩個的一起換護士長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 換成 換成蘿莉嗎 不要不要不要 我這裡有蘿莉嗎我看看 應該是 應該是星宋的那一個 你應該有七七吧 誰命七七呢 哎 哈哈哈哈 我七七來了 哈哈哈哈 我是台服 我台服七七是4命啦 但這邊沒有沒有 沒有抽她七七 我看一下 啊有那個 獎 哦 卡支娜 啊 卡支娜 哈哈哈哈 卡支娜 卡支娜 卡支娜也好可愛 欸等一下等一下我們要回來正題了 對啊對啊回來正題 回來正題 我們要回來趁機喔 可以加問題嗎? 就八個蘿莉你們最喜歡誰? 我一定是可莉了喔 我超愛可莉 可莉加1 還有迪奧娜因為畢竟是貓嘛 我是貓牌 那你們呢? 問問難事 問問強度檔的難事 強度檔的話肯定是草森 馬上海王發言 不死 那我看我不海王我直接搶著草森 我要草森 強度檔因為你說強度檔嘛 強度檔一定是他 我沒有說 所以是草森 那木耳呢? 可莉吧還是覺得可莉可愛 他就像女兒一樣 像女兒一樣的可愛 真的欸超可愛的 好我沒事了 你好了是不是? 我好了 畢竟我好了 好了 這個話題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太美了 我想要問一下你們 你們對於西諾琳跟火神的話 你們有想法嗎? 還是這個 西諾琳下個話題就是了 西諾琳就是了 喔是喔 對對對 所以在下個話題就是